9月6日电影《未泽之路》在京举办了《命运交叉的路口》首映礼 导演唐高鹏编剧岳小军 当代知名艺术家手绘海报创作者岳敏君 以及主演王学斌 马依丽 朱庚佑 王旭峰等习数亮相 几位主演也配合着预告的节奏 现场朗诵时歌 未选择的路 新颖的出场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现场几位主演带着转属道具为观众解读了人物特征 每一个物件背后都印含着许多故事 王学斌在谈到角色时也表示 其实二勇很多的选择都不是出自本意 而是在匆忙中选的 他的本意不换 但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了大家眼中的怀怂 在我心里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特别努力生活的那么一个人 而且想对生活证明自己 想对他的前妻证明他自己 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此次马依丽饰演的小梅一直关注度颇高 这个颠覆了大众印象的戈壁之花 让大家看到了马依丽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马依丽也大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畅谈自己选择剧本的方式 尽显大气一面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职业演员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能用突破来形容 因为他本身就是我的 我的职业当中需要面临面的 就是不能永远演相似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叫突破吧 应该是我另外一种尝试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